國王 走的比較慢一點 說剛好,蒙aqun轉律 他要起步 沙子車也是慢的 因為老人家被撞到被撞到之後就跌倒 跌倒之後沙子車也不知道 然後就有人這樣過去 後來就癢了 現場就被碾過之後 腳就留在車子底下 身體分開了 看起來還蠻辛酸的 真的還蠻好 陸陸跟中公路有些A1交通事故 行人他要遊覽往北要穿越沿路路 要用餐 那剛好有一部內車車道 有一部衣營車由西往東要行駛 那因為可能是死角的關係 那個駕駛沒有碰到行人 才造成這間交通事故